歡迎收看電玩宅速配 APP Any 在近日公布了 2020 年 iOS 跟 Google Play 全球綜合營收前 52 強名單 果不其然呢 在這些榜單當中 有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大公司上榜了 趕快跟 Holoka 一起來研究一下這份榜單吧 在 APP Any 今年的榜單 騰訊 網易 以及動視暴雪 再次蟬聯前三名 中國龐大的消費實力看來 已經成為不容小覷的一股強大力量 如果以國籍來看 52 強名單總共有12個國家包辦 其中排名第一的則是美國 總共有包括動視暴雪 Zingar Google Netflix Disney Epic Games 等17家知名企業進榜 並列第二的則是各自以11家公司進榜的 中國和日本 日本包括了Bandai Namco Sony Line Square Enix Konami等知名企業 中國則是除了騰訊和網易之外 還有百度、FundPlus、莉莉絲遊戲、IGG、龍創月動、 尤塔遊戲等公司進入名單 至於排名第三的則是亞洲遊戲強國南韓 有Netmarble、NcSoft等四家公司入榜 光是中國、日本、南韓就包辦了一半名單 足建亞洲遊戲產業在世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即便中國在賬面上只並列第二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遊戲企業這幾年大撒幣入股外國遊戲公司 如果把這些分紅都算進來 或許中國才是最大贏家也說不定呢